大妈债用别人休息时间 在小区大跳广场舞 一跳就跳到半夜 让整小区的业主苦不堪言 于是大爷化身为救世主 扛着高音喇叭 就在广场舞大妈对面 放弃了天籁之音 这让众多大妈非常恼火 纷纷谴责大爷没有素质 击害了他们的人身自由 张大爷虽然引起了民愤 但内心却有种说不出来的爽快 因为这群大妈简直是自私到了极点 每当晚上八九点左右 趁着他们将要休息的时间 就开始放弃了广场舞音乐 开始在广场群没乱舞 这让整个小区的业主十分反感 但因为对方是以老卖老的大妈 他们也是敢怒不敢言 而住在二十层楼的张大爷 也没能逃过这震耳欲聋的声响 已经严重打扰了他听响声 一开始张大爷本着劝说的目的 希望让对方把声音关小点 谁知大妈们却一脸反感 认为大爷就是想找理由搭讪他们 直言大爷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信不信他们一人一口吐沫 就把大爷给淹死 这可把张大爷气得血压猛增 直接回家拎出来一个高音音响 开始播放起了非洲神曲 一时间鬼哭狼嚎的声音 传遍整个广场 吵得大妈们差点高血压都犯了 大妈们跳广场舞跳到半夜 惹得大爷心烦意乱 多次找大妈们理论 大妈却直言 小区广场是大家伙的 又不是你一人的 凭什么不让他们跳舞呢 事后便联合在一起 把大爷赶出了广场 大爷一时间气不过 决定和对方鱼死网破 拎着高音喇叭 就放起了鬼哭狼嚎的非洲神曲 一时间扰乱了大妈们的节奏 更有甚者直接被弃进了医院 直言自己听到非洲神曲后 想死的心都有了 事后大妈们找来媒体 曝光大爷没有素质的行为 认为跳广场舞 是他们的人身自由 张大爷就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 才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 但不管大妈们如何抱怨 张大爷也不肯关掉非洲神曲 看见大妈们跳舞跳得手足无措 大爷更是乐开了花 心里别提有多爽快了 就算今天天王老子来了 他也要好好教训这帮自私的大妈 之后还干脆把音响提到了广场中央 这让本就恼火的大妈更恼火了 直接围着大爷就是一番口吐芬芳 仿佛真的要一人一口吐沫 把张大爷淹死 调解员见状出面阻拦 并喊来了广场舞的领头人 那么双方见面 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大妈放出高音喇叭 在小区大跳广场舞 吵得业主无法正常休息 直到一名大爷的出现 才拯救了整个小区 只见大爷拿来一个高音音响 在广场中央 窝放起了鬼哭狼嚎的音乐 让大妈们苦不堪言 张大爷扬言 也要让你们常常被吵的滋味 谁知下一秒十几个大妈 就将大爷团团围住 对着大爷就是一番亲切的问候 他们认为自己退休后生活枯燥 唯独广场舞给他们带来了乐趣 谁知张大爷却非要和他们对着干 简直没有人性 调剂员舰双方情绪越来越激动 于是便找到了广场舞的领头人 看来张大爷让两人协商此事 张大爷认为 他不反对大妈们跳广场舞 但前提不应该打扰到别人 他们一路我们不反对 但是你不要干扰别人 我们只是通透 控制把他说不起作用 所以现在如果是你们记住 我就再来 我也就不管了 我就再拎两个人 大家再一起玩 如果今后他们继续让民 他不介意多拎两个喇叭 到时候看谁先扛不住 看着张大爷态度强硬 领头人也不敢进行反驳 他们承诺 会换一个四下无人的地方 不再干扰到大爷休息 张大爷见对方认错态度良好 也决定收起音响回了家 那么对于大爷的做法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来 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